你还是把钱给李思雨了 是 我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跟我对着干 你是不是还爱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P你拍啦 电视剧亲爱的自己正在肉播 眼看大结局林情 编剧却丝毫没有要停下的意思 让观众感受了一波什么叫做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 各种反转剧情 陈一鸣与思雨分手后选择了王子如 就当大家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 准备接受这段恋情时 剧情的走向又开始变得魔幻起来 在最新的剧情中 思雨的创业之路在于平静 不过好在高教授的项目终于研发成功 接下来唯一的难题 就是还没有着落的一大笔投资款 就当思雨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陈一鸣站了出来 将自己的魂房变卖 从而帮助思雨投资 你哪来那么多钱 我把那个房子卖了 你傻啊 那房卖了 想再买回来可难了 但是你需要钱 得知陈一鸣卖的房子 还把钱给了思雨 王子如当场暴走 对着一鸣大吼起来 本性暴露的王子如 终于揭开了所有伪装 面对陈一鸣的背叛 他这一次又将如何对付思雨呢 而陈一鸣和思雨 最后又是否会重归于好呢 就让我们一起坐等后续剧情的上线吧 我们下期再见